在日本的臺灣人 他們在日本貸款購物限制多 東京之心銀行 因此新推出的外籍人士購物貸款方案 日本臺灣不動產協會 特別舉行了一場說明會 解說方案條件與資格 希望讓在日本工作的臺灣人 能夠在當地擁有自己的家 外籍人士在日購物貸款不易 近期東京之心銀行為外籍上班族 推出購物貸款方案 日本臺灣不動產協會 特別舉辦一場說明會 希望解決在日臺灣人 購物的大小問題 從臺灣剛過來日本這邊 有剛過兩年三年 可能他們沒有永住 或者沒有這個債留資格 但是也提供給他們有機會 有辦法防貸 那這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那他們有提到說 就是初期的資格 就是說可能你要有三成的 自己的資金 看你的年收夠不夠 還有就是 它有面積的一些注意 像如果你要買小套房 只有20平米左右的話 可能這個代碼就不太適合 一定要他們的基本是要超過30平方米以上 這次東京之新銀行推出的 One Star住宅貸款方案 屬於存款連動型住宅貸款 利率方面可選擇變動或固定 對有資金運用需求的投資人是很便利的產品 想購買店鋪等投資物件的話 銀行也有東京招福新貸款方案可供選擇 另外在日本擁有工作簽證 年薪在400萬日元以上的台灣購物者 東京之新銀行提供中文服務 讓台灣人清楚了解貸款條文內容 任何方法都可以請求 基本上 駆動産協會的建議員 通常包括 協會的建議員 我們所謂的指定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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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この商品に関しましては 他の一般的な支柱の会社様の場合でございますと 結構厳しい色んな条件がございます 台灣の政府に調べれば 台灣の政府に在日の大使館に聞いて 不動産は問題あったら誰に聞きますかって 必ず日本台灣不動産協会に言われます だから安心してうちの会員を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 もしよかったら全員のうちの会員を 日本台湾不動産協會事務局長林嘉慶表示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幫助在日本工作的台灣人 在當地擁有自己的家 協會也希望能幫台灣人爭取到更好的貸款條件 台灣宏觀電視陳曉峰 日本東京採訪報道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